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带一路论坛 富士康科技日 中国GDP 导致法国和德国之间产生裂痕的核问题 中国的经济放缓给习近平的长江三角洲项目蒙上了阴影 日本公司将关键管理任务委托给外部专家 塔利班将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 提升双方关系 请大家收看 一带一路论坛 富士康科技日 中国GDP 日经亚洲 中国将与本周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 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 参加这一备受期待的活动的还有泰国总理 Sresa Zavitsyn 他的政府希望中国能帮助推动泰国低迷的经济增长 导致法国和德国之间产生裂痕的核问题 金融时报 法国和德国在核能问题上的分歧 正在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条重要断层 并对欧洲能源计划 电力供应和产业竞争力产生影响 法国有三分之二的电力来自核电站 正在争取将低碳技术纳入其排放目标 并利用国家补贴资助该行业 德国今年关闭了最后一座核电站 担心核能发展会削弱可再生能源的进展 这些分歧已经减缓了关于欧盟重要政策的辩论 一些较小的成员国变得不耐烦 法国和德国在核能问题上的对立立场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形成的 包括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和事故以来 法国一直是核能的坚定支持者 而德国则持怀疑态度 2011年福岛核事故导致德国改变了立场 关闭了核电站 现在这两个国家在欧盟改革和欧盟电力市场设计中 就核能的角色发生冲突 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僵局不仅仅是关于核技术的辩论 还涉及产业政策和为自己的产业从廉价能源中获得优势 与大多数欧盟国家相比 法国对核能的依赖程度过高 而德国担心法国将从其大量的核能产出中获益更多 这两个国家将于10月份会面讨论欧盟电力市场的改革 中国的经济放缓给习近平的长江三角洲项目蒙上了阴影 日本时报 中国将长江三角洲打造成类似硅谷的经济强区的计划 受到了该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创建一个更高效和高科技的地区的目标 受到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和房地产市场的低逆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也对该项目构成风险 日本公司将关键管理任务委托给外部专家 日经亚洲 日本企业越来越依赖自由职业专家来进行企业规划和人事改革等关键管理任务 人力资源等领域的自由职业专家数量在过去四年中增加了两倍 这种转变是由于日本技术人才短缺和自由职业工作者数量增加的原因 自由职业者的数量从2015年增长了70% 占就业人口的20%以上 公司正在利用自由职业专家来提高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 塔利班将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提升双方关系 日本时报 塔利班已确认将出席本周的中国一带一路论坛 凸显了中国与该组织日益增长的官方联系 尽管塔利班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正式承认 但这是塔利班被邀请参加的最高级别的多边峰会之一 该论坛将于周二和周三在北京举行 以庆祝习近平主席的全球基础设施和能源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成立十周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警告将日本化风险置于聚光灯下 日本时报 中国可能正在为忽视它在上世纪90年代 日本资产泡沫破裂中所学到的教训付出代价 日本前首席货币外交官杜边号表示 杜边认为 中国政策制定者在2015年左右停止研究 避免类似危机的方法 结果通胀停滞不前 房地产危机成为全球增长的重大风险 这个问题在最近在马拉喀时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上得到了强调 新西兰选举中右翼政府迎接后疫情时代 彭博社 新西兰选举产生了由国家党的克里斯托弗·卢克森领导的中右翼政府 结束了克里斯 西普金斯和左清工党六年的执政 选举结果反映了全球疫情期间选民对执政党的反对趋势 卢克森现在将与自由主义 艾特党和民族主义的新西兰第一党进行谈判 以组建多数派政府 新政府将不得不应对经济挑战 包括经济衰退和高额政府债务 并可能比前一届政府更加侵华 随着日本推动向东南亚销售更多海产品 消费者会接受吗 南华早报 日本正寻求扩大对东南亚的海产品出口 以应对中国对日本海产品的禁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该禁令是在日本将福岛和电站处理过的废水排放到太平洋后实施的 日本计划通过在东南亚举办食品展览和展销会来推广其海产品出口 然而该地区的消费者对日本海产品的安全性仍然持谨慎态度 一些人选择购买来自挪威的三文语 比钢铁强五倍 日本的新型木材 日经亚洲 作为其减碳努力的一部分 亚马哈摩托公司已开始在其水上交通工具中使用木材衍生的纤维素纳米纤维 CNF来替代一些塑料零件 CNF是在日本开发的一种比钢铁强五倍的下一代材料 随着各国和公司寻求减少碳足迹 CNF在运输设备零件中的应用引起了全球关注 CNF是通过将木浆分解到微小水平而制成的 目前在日本有26家工厂生产 虽然CNF具有高环境适应性 但生产成本昂贵 海港城 P11 Music是香港最受Instagram欢迎的购物中心之一 南华早报 社交媒体在推动亚太地区零售销售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分析师预测 社交电商将在2026年 为该地区带来3125.5亿美元的零售销售额 香港的零售业正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顾客互动 增加客流量 购物中心特别设计了活动和照片点 供顾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香港的购物中心中 以其对维多利亚港的景观而闻名的海港城 在Instagram上的帖子和标签数量最多 而K11 Music和DR Place也很受欢迎 美国的黄金标准GPS系统可能落后于竞争对手系统 华尔街日报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正面临失去其作为世界 首要定位服务的地位的危险 负责运营GPS的美国军方正在升级该系统 使用能够在室内和难以到达的空间 提供更精确坐标的新一代卫星 然而民用的下一代系统预计还需要几年才能投入使用 其他国家更现代化的系统可能会使他们在全球商业中获得影响力 而华盛顿则会受到损失 中国将其先进的卫星服务作为与非洲和亚洲国家官员 进行商业和研究合作的卖点 中国的卫星导航网络现在覆盖全球 拥有46颗运行卫星 超过为GPS提供服务的31颗卫星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 印度将申办2036年奥运会 美联社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宣布 印度将竞标2036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权 莫迪在孟买国际奥委会 IOC会议开幕式上表示 印度对体育的热情 以及使这一事件取得成功的承诺 具体的城市或地区并未提及 但拥有世界上最大体育场的 艾哈迈达巴德很可能成为竞标者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和波兰也表示 有兴趣举办2036年奥运会 IOC尚未确定授予举办权的时间表 此外 莫迪还表示 印度将考虑竞标2029年青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新闻吧 首先是中国即将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 立即会有很多重要的嘉宾出席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泰国总理 这次论坛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 为参与国家带来更多的给予和合作 接下来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核能问题引发的分歧 这不仅涉及到能源政策 还关系到产业竞争力和欧盟的未来发展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权衡各方的利益和考虑到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然后是中国的经济放缓 对习近平主席的长江三角洲项目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长江三角洲 打造成一个高效和高科技的经济强区 但是由于经济放缓和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 这个目标面临一些挑战 此外 塔利班将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 这显示出中国和塔利班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虽然塔利班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正式承认 但是他们受邀参加这样高级别的论坛 说明中国对塔利班的重视和影响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警告将日本化风险置于聚光灯下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应对潜在的风险 此外 我们还看到一些公司在中国交易放缓的情况下 考虑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 这是一个有趣的趋势 说明中国市场的变化和新加坡作为商业中心的吸引力 最后 我们看到新西兰选举的结果 中右翼政府取得了胜利 这反映了全球疫情期间选民对执政党的反对趋势 这个新政府将面临一系列经济挑战 需要制定合适的政策来应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